前面讲到了一些我对于美国的早期的认识 谈不上认识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我可以说活到差不多十多岁 快到二十岁是没有真正自己认识过一个美国人 就是你不可能你怎么会认得美国人呢 那个因为美国人是个敌人 那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新闻报道里面的美国友人 基本上都是在抗日的时候 或者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来到美国 在美国在帮助掌中国政府的 那么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美国人 然后文化革命之间跑出一个爱德加斯诺 这个人访问了毛泽东 并且上了天安门的城楼 我忘记具体是哪一年 但是斯诺这是在访问延安 抗战的时候的另外第二次来到中国 那么这个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记得那个照片是斯诺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的正中央 后面的那个翻译我忘记了 应该是记招著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高个子一个男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机会见 比方说什么国际友人 马海德其实是个黎巴嫩人 都不是美国人 那个所以没有什么了解 那么真正对美国的了解呢 就是偶然从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这个知言片语里面 大概知道一点点 非常非常的少 他们也都不太讲 但是总的感觉说 他们在抗战的时候 是见过一些美国兵 美国兵那么在重庆 在成都 我父亲甚至在昆明 是见过美国兵 这些当时美国有这个 美国军事观察组在中国 另外呢就是在昆明市开始 在抗战后期 是在盖一个机场 就是陀佛空运用的机场 那么见过一些美国兵 那么他的印象就是 美国人特别开朗 特别好 牙特别好 他说 记得你给我讲说 美国人的牙特别的白 他们注意口腔为生 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印象 所以就没有什么机会见到 所以我这样才构成了 我后来人到了美国以后 有很多事情觉得反差特别大 就是因为没有见过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你们每天看电影 就可以看到了美国大片 并且美国里面 美国的方方面面都有啊 美国的这个大题材 小题材 社会生活 社会矛盾等等 这些都通过影片 都有 并且新闻节目里面 关于美国的这个社会 特别是社会的负面的新闻 特别多 所以呢大家现在对到美国以后呢 觉得很熟悉 那或者说到美国去 特别到纽约去以后 感觉到的那个 那个落差更大 就是纽约比你想象中的要破 特别它的地铁 非常的落后啊 非常脏 有臭味啊 尿的味道很重啊 这个和国内的这个 干干净净的地铁 准湿地铁没得比啊 这个是落差很大 所以国内现在的人去美国呢 是有的比较 但是呢事实上是很不同的 那就是说一说我 我说我所见到的 美国是 是一种很惊愕的情况下 所见到的美国 这是我讲我自己呢 这个前20年 所见到的这个美国是 不太一样 那后来所见的 所以呢我可以说 为什么我80年代 到了美国以后 对什么东西都觉得很新奇啊 有头十年 就是从87年到97年 这一段时间 我在美国特别跑得多啊 开车 宏怪美国 纵怪美国 这样跑来跑去啊 跑了很多很多的城市 见了很多人 其实就是一种求知欲了 就是因为对这个国家 是了解不多 希望能够对这个国家 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这是我的 讲我看美国 其实这个 首先要讲的这么一段 因为有了这一段以后 我后面呢 才有的这个展现出来 我的这个讲法的话呢 希望也不要就是 顺着我在看美国的 那个历程来看 而是选择一些题目来讲 也就是我还是受到那个 我昨天看的那个 克莱尔的那个 散文集的一些启示啊 就是从小事讲出来 好的 我看美国的历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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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美国的历程来看